今这一刻也就是要一堵这个男子双打 因为男子双打一直都被来最为精彩的一个龙虎斗 正在成就表演了他拿手的下蹲或者是坐地回头式 现在是风银对成龙了 正在成根里弄到 看来这场球目光全是聚焦到这儿了 旁边是女双 而且刚才在这里去广告的时候 现场传过来的镜头 我们看见林丹是久久的在赛场打完比赛之后在徘徊 观众找他签名 包括他自己在摄像机镜头上面签名 受到了当地观众热烈的欢迎 所以我们说新加坡其实就是 华人聚集非常多的地方 中国的运动员在这边肯定是非常受欢迎 尽管没有期待到林丹跟李东伟的大战 但是盖德呢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比如到明天决赛呢打成金基本上就没什么看头了 这场男子双打一开局双方就是打得非常的紧臭 都是在半场里面进行争夺 但是在半场里面的争夺呢 偏偏就是韩国队的成龙方面比较纯熟一点 但是一旦李东大把正在成起高球的话 傅海峰在后场的杀球位置还是挺大的 所以其实双方也是欢喜冤架啊 那么多把这些球都很熟 你说立马要改吧 也不是这么容易改 所以一上来就是短冰相接啊 没有任何的试探直接开始白刃战 而且双方都是打攻守的选手 所以呢相对来说 这两座选手打比赛还是很精彩啊 会有很多的攻防转换 而且呢双方集中的斗争的焦点不会是在中前场 中后场这种大力的扣杀会比较多 看神态那边田青赵云磊应该是拿下比赛了 好球判断非常准确出界了 漂亮 这是蔡云在后场的一击点杀 看我们有点可惜 想推一个正手的直线 但是 没有过吧 双方的防守都非常稳健 可惜了 本来呢 蔡云是想来 博一把这个攻防转换 想攻一把 但是韩部队防得不错 不断的赢前 这个球李龙大还是相当的突色打的 这个一开局就很精彩啊 双方都在前半场还有登场去取得先机的话就去进攻 通过半场的评球档来寻找机会 8比7 这球居然被傅海峰给防起来了 好球 防得不错 哎呀 继续上啊 轻调 哎 漂亮 判断的很选择 今天傅海峰在后场啊 电话比较多 如果觉得这个球位置不是特别好的话 他不盲目的使用中杀 而且这个轻调 哎 效果也不错 对方已经是两次回头处底线了 两三次了啊 没事 好 嗯 啊 中队军的防守到目前为止做的还不错 好球漂亮 今天蔡云和傅海空风云准备的防守 比以往打正在场地更大 至少现在看要好一些 第一局里面看到正在城 失误要比刘宏大要多 因为双方的压迫性那种打法都比较凶 这只要是一上场稍微不注意的话 就很容易在挡球挡出戒 所以正在城刚刚也是挡了几次的球出戒 才令到中国队现在有三分的战时的领先 哎呀越来越可惜了 对球强往强在是很及时的 但是可惜 哎呀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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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岛上的海风今天不错 所以11比8 算先进入到间隙 如果第一局其实是这么打 应该有希望 就怕就怕在比赛兴奋点出的比较早 但是第二局怎么办 第二局是关键 防守也是里边大根正在成个强项 他们通过在防守不断地在变 变球的落点 不断地变球的那个力度 所以也玩得有点出身入化